周伯仁直奔醫院 因為氣爆 讓85歲的小食丹業者 臉部跟手部燒燙傷之外 還有吸入性的灼傷 緊急送急診 另外還有兩名員工 分別是被噴射的石頭 打到手腳跟吸入弄煙 這個就家裡的人 家裡幾個人 目前三個 幾個客人 兩個 小食店家人忙進忙出 還要趕到醫院去 除了肇事的女騎士擦傷之外 當時在店內的 兩名顧客也無辜遭撥及送醫 造成六人受傷 而造成氣爆的瓦斯桶 就放在店家料理台附近 其實一般小食店 幾乎也都這樣放 如果他擺很遠的話 那管只要很長 也不方便 管會危險 電起來有時候 你也怕他有時候會翻倒 那麻辣 也是一個安全性 大仗級 對 夜市一整排小食店 只要是煎煮炒雜 用得到火的 瓦斯桶幾乎清一色 都擺在料理台旁 而且一次都是兩三桶起跳 但其實瓦斯桶要撞到漏氣 也沒這麼容易 一般業者會加裝瓦斯調節器的安全裝置 只要管線脫落瓦斯桶就會自動停止泄氣 而這次疑似撞斷了調節器的根部 導致高壓氣體瞬間噴出 酸瓦斯氣體的燃點高達六七百度 但空氣瓦斯濃度只要到 1.95-9%的時候 一點點火源就會引發爆炸 而且幾乎沒有反應時間 只能盡快就地找掩護 TVBS新聞 葉豐達 趙立 林詠璇 高雄屏東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